1920世纪40年代和1950年代在乔治亚中农村长大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当时种族隔离仍然普遍存在 非裔美国人常被视为二等公民 然而农村地区也存在着强烈的社区意识 邻居在有需要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 尽管困难重重 但那也是一个充满韧性和毅力的时期 人们共同努力克服所面临的挑战 民权运动对我的写作和行动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身为非裔美国女性 我在南方长大 正值种族隔离和歧视时期 民权运动给了我希望和力量 并激励我大声反对不公义并为所有人争取平等 身为作家 民权运动激励我写下非裔美国人的挣扎和胜利 紫色的灵感来自沃克在乔治亚州乡村的童年 他在那里经历了种族主义贫困和虐待 他想讲述1930年代和1940年代南方非裔美国女性的故事 强调他们面对逆境时的力量和韧性 小说讲述了犀利和内地两姊妹的生活 以及他们与贫穷 虐待和种族主义的斗争 我对巴以冲突的看法是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冲突双方都有需要解决的合理不满 只有透过对话 妥协和相互尊重才能实现持久和平 听到宁英赞扬大卫艾克及其作品 而面临反犹太主义指控 我深感悲痛 作为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倡导者 我强烈谴责所有形式的偏执和歧视 包括反犹太主义 大卫艾克David Eick是一位英国阴谋理论家和作家 他撰写了大量有关全球阴谋主题的文章 包括反犹太主义阴谋论 总结一下 小写可 小写可 漂亮